近日,有媒体刊发了题为多年拆围窥然不动,数千栋坚挺别墅,野蛮侵蚀济南全域保护区的报道,称济南南部山区自2017年起掀起拆围风暴,四年后,该区域只有部分围建别墅被拆除,仍有数千栋围建别墅没有拆除,个别新的别墅项目仍在建设中。 1月13日上午,济南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专题会议,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对南部山区违建别墅问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涉及违法违规的建筑一经查实,坚决拆除,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1月14日,济南市市委书记孙力成带领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到南部山区现场研究处置违法违章建筑。 当天,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组织专门力量对位于天井玉村的新建民宿项目进行拆除。 1月15日上午,中西社记者在南部山区天井玉村看到,多台挖掘机同时作业,正在对天井院子内的数十状尚未完工的别墅进行拆除,多名城管执法队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记者随后也走访了南部山区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库、羊儿村、富家玉村等多地,看到多处别墅群。 据了解,山东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1月13日当天成立了调查组,对有关问题进行全面彻底核查。 对查实的问题将坚决整改,并将一规一计一法进行严肃处理,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